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记录台湾 62岁的吴国池堪称是绿竹笋达人 他所种的绿竹笋坚持不撒农药有机栽培 曾经连续8年在竹笋比赛获得奖项 连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厨都指定要用他的绿竹笋来做料理 其实吴国池他有医学院的背景 但是却当了农夫 他说种竹笋就跟当医生一样 都是希望大家健康 吃得健康也要活得开心 本来想到医院去上班 结果就是家里土地比较宽 比较广 没有人工作 所以就留下来务农 这也一支 台北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却跑到山上务农 62岁的吴佛池即便被人取笑也不在意 因为藏在土里的绿色黄金 一年就替他缔造了上百万收入 就不壁开了 裂开了 这边裂开了 这边有酥酥的 淡淡的 漏水 这就是有孙子里的 对 在适当的地方下刀 用一般点栗 就这样子 好漂亮 这边有水 有一个香味 香香的味道 好香喔 身为五谷著名的绿竹笋达人 光是吴大哥的竹林 就高达两千公顷 尤其观音山自古就是福地 沉寂的火山灰 使得土壤特别肥沃 长出来的竹笋 自然也是最棒的 这都有水 天度大概七度左右 七度或六度多 表面泛着湿润光泽 是笋子鲜嫩的证明 不过绿竹笋还分等级 外观的要白弯短肥 俗称的A狗笔狗带 才算是架杠上等货 外形不粗青 短短的 弯弯的 胖胖的 这边切片要白 看来纤维要细 要重重的 这个很大 但是这边绿色 要降级 那它本来是设计品吗 一台金要剪40块钱 这样不会苦 大概绿一半才会苦 也就是说 挖竹笋就像在跟时间赛跑 暴露在空气越久 品质越差 像这一种 从头绿到尾的才酸酸 切开来甚至还有空洞 有空洞 就会有这个白的粉 它就会苦 对绿竹笋辽若指掌 让吴国池曾经连续八年 在竹笋比赛统统得奖 但医学院毕业的他 原本可是在三种工作的医检师 因为看到年迈的父亲无法跟座 不忍家中的竹笋就此荒废 38年前才决定弃一从农 那时候很好 一个月五万 六十几年前 怎么想要放弃 他就为了工作 家里的工作 只好放弃 如果再加益这个蟋蟀就完蛋了 要被 不仅接下自家农地 吴国池上手后 更决定采取有机栽培 只是不喷药的竹笋 并虫害特多 各式各样的昆虫蚂蚁 全部跑来 不但会影响笋子外观 也连带让收成少了一半以上 这个也是虫害 这是虫害 它吸竹笋的汁液 然后四方的格子 光合作用会阻断 虫草剂的话 你喷一次的话 它就可以撑很久 撑多久 至少有撑一个月以上 做起来是蛮累的啦 所以做到一半 我就有点打退堂股 你就放弃了 对 为什么 因为蛮累的 即便累得半死 但有机栽培的绿竹笋又白又甜 经过分类后 一台金的上等笋 还可以卖到一百五十块以上 这么梦幻的食材 每天拿到市场贩卖 果然一下子就被抢光光了 即便价格比别人还贵 但内行人还是会特地找上门来 很清甜 而且纤维纸也很细 小孩子很乖 一般的他们有水又有甜 别的吃起来干干的又 可一千块一万块也会来 那一千块 那一千百三 负责摆摊的是吴太太 卖了三十多年 自然最懂笋子的好坏 就连要怎么料理 他都是达人 由上往下 这样才没刺到 这有刺 新鲜采收的绿竹笋 最棒的吃法 当然就是冷盘 煮熟后的笋子 简单去除较老部位 不用任何沾酱 吃起来的口感 竟然就像水梨一样 你不会吃到那个 像有那个纤维这样子 有的很粗啊 我们这个是很细的 真的很甜 好甜喔 这甜度大概有多少 接近七度 此外稍微变化一下 也能让料理很有创意 和各种蔬果 一块凉拌 就成了健康美味的竹笋虾松 塞进套出的肚子里头 又是另一种视觉饗宴 沾上特制的优格芥末酱 炎炎夏日吃 消暑又开胃 你每天吃鲜奶吃鲜肉吗 不会 冬天没有竹笋 还会买南部的梦中煮 喜欢重口味的人 不妨试试这道竹笋三杯鸡 鸡肉先以麻油爆香 再加入竹笋香菇慢慢焖煮 香喷喷的鸡肉 尝起来是鲜嫩多汁 清脆爽口的竹笋 更大大降低了油腻感 一道道料理养生健康 有机栽培的方式 更让夫妻俩觉得很值得 看到爸爸这么辛苦 35岁的儿子 两年前也决定回家帮忙 虽然还在学习阶段 但在他心中 食安已经比其他行业来得重要 种这个太辛苦了 想说多多少少不太会用 可是多一个人 也多一个力量这样 我们自己吃的安全 顾消费者吃的也是一样安全 冬天施肥 春天复统 一只绿竹笋 光是人力成本就高达七成 即便如此 吴国池人相当坚持 连采收完的笋子 都要立刻冷藏 才能保持鲜度 通常在30度的时候 他呼吸的速率 是5度吸时的15倍 对 所以很快的就变品质上司 有时候不够就干脆给它超过 不能少 可以让人家亏本 可以超过 不能不够 年几岁 62 62 你打算要中到几岁 就一直种一直种 向中华民国直到永久 有时候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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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一个卖 夫妻俩的绿色黄金 38年来始终不变 只要能让人吃得安心 一只只有机绿乳笋 就会在五谷山区 继续茁壮 好